据美国军事网站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12年来 首次发布名为欺骗的最新条令 其核心包括如何利用欺骗来对付敌人 制作虚假情报信息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 停止以谎言蛊惑世人 停止污蔑抹黑他国 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公开承认美国撒谎欺骗偷窃 到前不久披露的美国无价大楼 在新冠疫情期间开展抹黑 中国疫苗的虚假信息行动 再到这次美军公布 名为欺骗的最新军事条令 是谁在全球范围内散布虚假信息 是谁在针对特定国家开展认知战 是谁在国际上大搞网络攻击和信息战 美国关于打折所谓国际道义的旗号 干谋取私利的勾当 关于通过欺骗性宣传散布虚假信息 关于通过舆论战 认知战构陷打压他国 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 对美国的这些伎俩也始终保持警惕 美国妄想继续靠欺骗 在国际社会带节奏的时代 早已一去不复返 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 停止以谎言蛊惑士人 停止污蔑某黑他国 尽快就为一己私利 长期散布虚假信息 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尽快就其欺骗策略 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严重伤害 一个交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